現在你的外賣錢是否還沒收到齊? 還沒 錢已經值了半年 那你認不認得欠你錢的人? 全部 都有份 在現今社會會認為只要有人叫外賣 有時候忘記夾錢是必然的 所以他們不惜每天中午 左等右等 捱住肚餓去等人叫外賣 今天同事們幾經辛苦 終於等到暗民的出現 他們憑著暗民的一部電話 去開拓他們的走數歷程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電話 有電話的地方就必然會有人叫外賣 在叫外賣的過程 我們固然見盡人性 而其實每一個走數的人的背後 都有一個蕩氣回場的故事 是不記得? 是不想給? 還是窮呢? 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 負責叫外賣的人 都是經歷著尋找外賣錢的血淚史 是不想給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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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想給人家